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赵25岁来自吉林市场商务 女嘉宾小刘23岁来自河北美容市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欢迎老妹啊 这恋爱谈了多久啊 谈了两年 怎么认识的呀 我是在天津找工作 然后合租跟她认识的 她是二房东 她是二房东 对 后来你喜欢人家 对 我觉得 小片里面有句话 印象挺深的 女生说她是一个 活在女人堆里的男生是吧 因为工作和生活当中 有很多异性嘛 然后她就这么说了 今天谁要来呢 我是要来的 我不想分手 我是想着能复合 像以前一样 就是开开心心的 是已经分手了吗 她就是跟我提出分手 但是我不想跟她分 你想分手 对 说说你分手的理由吧 就是感觉她脾气太大了 有事没事也都能跟我一块吵起来 动手打人 她还打你 她打过你几回啊 三次 第一次为什么打你啊 是因为工作嘛 然后我之前是做雷头棍的 那段时间工作压力挺大 然后后来感觉不赚钱 干脆我就把工作辞了 然后小了一份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工作 就再去酒吧当调酒师 接手顾客有男友女 然后她就觉得我这份工作不正经 说什么你要我把这工作给换了 她做调酒师 我并不是很反对的 第一开始呢 她去做我也没有说什么 可是呢 来来回回的吧 我是上白班 她是上夜班 经常呢 她也没时间陪我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我有时候会发现 她经常在微信里面跟人聊天 每天就不停地聊 也不理我 而且打电话 她在上班 她那里叮叮光朗的 说不了几句就给我挂了 我感觉特别伤心 后来有一天 我看到她手机里边 微信加了好多女孩 然后我就问她 你这是谁呀 然后她就骗我 骗我说是什么同事啊 什么的 后来我一看 女方的朋友圈里发的 都是玩的一些女孩 而且她聊天记录都删了 都不让我看 然后就动手了 我就特别生气的时候 就扭她两下 你指的动手就是拧你两下啊 不不不 最开始是又推又拧 后来就拧耳朵 我死里拧 进了圈的拧 个儿还跳起来拧 疼了 所以 那你也太矫情了 你还说我个儿 你就高一点 你也不能说我个儿 这是第一次拧她 是因为换工作 第二次呢 第二次也是因为她那个 她换了一次工作 可是这回工作呢 也是张花惹叠的 而且她还骗我 是这样的 第二份我换到一个就是网络直播公司 我在里面做商务嘛 然后她就还是说我第二份工作不正确 也是因为有男有女孩 还是觉得我工作不行 还要我换 但是她跟我说什么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而且还在女生堆里边 总是跟人闹 闹什么呢 推推嗓嗓了 或者跟人逗个乐了 总招人女孩喜欢 我就生气 生气 都是美女 大长腿的 天天在一块 而且还送人礼物 送谁礼物 送人那些美女礼物 只要是女的就送 因为是这样 我们公司有分工嘛 然后我是专门对接商务这一块的 有的时候我会领队 然后我会带领我们公司那些主播 跟一些商家 给他们做一些线下推广活动 然后呢 因为需要维护一下同事之间嘛 配合默契更好一些 然后我选择送一些小礼物啊 这样维系一下 所以说这样 他知道之后 非要我把送出的礼物的钱要回来 你说这没法要我也 然后跟他解释 解释不明了 又又动手 就会不掐耳朵了 他照不过你脑里一下 就这边 然后那些天我就穿高领衣服啊 我生怕让同事知道 太丢人了 我这东北大老移民一八大个 好像洗手收成这样 多丢人呢 他总是说的太夸张了 没挠出血啊 行 你是觉得是个女人就喜欢她是吧 怎么说呢 人家女孩吧 也不会说排斥她呀 她也不是那种让人讨厌的那种男生呀 第三次呢 第三次为什么呀 她工作的时候吧 也是爱跟人闹 在家里呢也是跟人闹 在我眼皮底下也做一些 你眼皮底下怎么还有 你们家住几口人啊 到底 因为我们是三十一厅 三十一厅 三十一厅 他是二房东嘛 租给我一间卧室 然后租给另外一个女孩一间卧室 哦 他跟那个租户闹是吧 不仅跟人闹 经常把帮人忙 人家张口让他干啥 他就干啥 搜电脑了 安灯泡了 而且人家喝完酒 半夜喝完酒 还送人回屋里去 这也要送啊 喝多了 都快摔地上都 他还跟我学习 那我就不知道了 哦 对 我是他女朋友 我在屋里单看着他扶别人 你说我 你也帮着搭把手呗 哎 也没什么呀 做不到 是吧 哎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 跟我急了 各种闹我 就有一次嘛 他跟我说 晚点回去 让我自己吃饭 我那天当时想点外卖的 然后后来就是我那室友 看我没吃 然后说要不 多坐在一块吃吧 我俩跟一块吃点饭 因为我之前不调酒嘛 然后家里有那套设备 然后说要不你露两手 那天我下班回家 我一开门就傻眼了 人俩人都过去小日子来了 他调这酒 那么有情调 你把我摆哪了 人家请我吃顿饭 我请喝杯酒 很正常 他都知道 他是我男朋友了 还跟他一块吃饭喝酒 就他俩人 然后呢 那我幸亏下班走 打了 我没打 这回我没打 你干嘛了 我就跟那女的 逗了两句嘴 就开始跟我吵 然后话里话外 就说人家女孩 勾引别人男朋友 这人能愿听吗 他俩吵起来了 后来人就说 行我住了 我搬走了 我就搬走了 搬走了倒是一挺好的结果 那这房子 就别再往处租了呗 短信账 空着呢 可是他就是想着跟我分手 提过好几回了 你为什么不分呢 你都这么难受了 你干嘛不分呢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全世界的姑娘都喜欢他 他又喜欢全世界的姑娘 你干嘛呢 姑娘 我就想着吧 既然都谈恋爱了 就应该本本分分的 我第一开始是做美发师的 我都为他改了 我觉得美发师的天天跟男的在一起 而且那些男的都比较时尚什么的 我怕他不高兴 我就干了美容 里边全部都是女孩 下班也早 也容易照顾他 家里边呢 收拾屋子 给他洗衣服 我对他挺好的 不是人现在不需要你照顾啊 你是对他挺好的 人家不要这好啊 你涂什么呢 不是我就觉得 他也有时候对我挺暖心的 也挺照顾我的 天天在家里边吧 我喜欢吃什么 他都会给我买 而且还经常带我去逛街 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特别的热心肠 只要有一点 我需要的他的地方 他都会帮助我 所以还喜欢呢 是吧 但是又觉得你把握不住他 是这意思吧 现在他要走 你又舍不得他 你在那挺难的 是这意思吧 行吧 老师们给初初注意看 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皮特份卷 姑娘你刚才总结了 他几点好啊 我听到说 你觉得他热心肠 你有什么事情 他都能及时过来帮你 可是他对别的女生 也是这样啊 对吧 嗯 就所以说他对你 和对别的女生 是没有区别的 对 所以我特别难过 所以这样的男人 你要他干嘛呀 我们毕竟有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我理解 你刚才谈到你说 他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 你看得很重 可是姑娘 这是你的第一份恋情 你要从这份恋情当中 吸取一个经验教训 是什么呢 不要把任何一个男人 当成你的全世界 你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你把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这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 你的世界就会变得很小很小 所以你每天的关注点 全在他身上 你当然会患得患失 如果你把你的眼光 放得远一点 把你的世界放得大一些 把你的生活重心挪一挪 你也许就不会那么在意他 他今天如此 不把你当回事 如此可以跟其他任何的女生 释放自己男性的魅力 获得别的女人的关注 就是因为你把他看得太重要了 让他找不着北了 所以如果想要让别人 特别特别的重视你自己 你要先特别特别的重视自己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男人 丧失自己的本性 永远知道爱自己是第一位的 这样别人才会用同等的爱来爱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老师 其实跟男生说的 我知道你可能一看上去 外形什么都不错 但你不能以这样的优越感 来欺负一个小姑娘 你对别的女生和对她没有区别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和她在一起呢 去伤害这个女生吗 希望你能够对一份感情 认认真真 坦坦荡荡 中中成成 如果你认定这份感情的话 就赶快放手 不要耽误姑娘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可能我会不是很开心 你认为她很优秀 说她优秀点在哪 她挺优秀的 她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好 感觉就像个大太阳 这是你最喜欢的点 还是你最害怕的点 也是最害怕的点 她照亮了我 也照亮了别人 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 就是既不认识到真实的自己 你也认识不到真实的她 你现在表现出来的缺点 至少两点 第一 无理取闹 就是你去宁她 打她 然后让她换工作 在她看来一定是无理取闹 但背后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是内心自卑啊 你好像貌似还挺破辣的呀 其实呢 显示你很无助啊 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不要围着她转 你要做到一个真正自己的优秀 足以吸引她 而不是管住她 她是有问题 但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否则你只能是不断地 让自己的问题扩大 到头来都不知道 到底问题出在哪 就因为是我不够优秀 男孩 你肯定是炫耀 你这享受 你看我人缘这么好 异性缘这么好 所以呢 她觉得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控制不住你 爱情是排她的 最关键是什么 不管周围有什么样的人 你的心里只有她 如果你能做到 你就是真正的喜欢她 如果你做不到 趁早跟她分手 不要害了她 好吗 就这样 小刘我问你啊 她有说过要娶你吗 我们两个谈过 她有说过她想要娶你吗 有 你说过吗 说过 好 就因为你说了你想要娶她 所以她现在已经做好了 贤妻良母的准备 把自己的工作换成一个 全部都是女性的工作 然后她以同样的要求 想要来要求你 她成为贤妻良母 你能够浪子回头 但很显然 你现在做不到啊 我觉得其实她性格还是蛮好的 为什么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无论你是怎么拧啊 掐呀挠呀抓呀打啊 她都没有还过手 对不对 她把我按住了 不 按住是正当防备 我的意思是她没有对你动手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她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她可能没有那些出轨的行为 但是她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比如刚刚在舞台上你说 哎呀她可张人喜欢了 我一抬头 小张在那乐的呀 哎呦心里那个美呀 你很享受你张人喜欢的这种状态 她是一个很外放 然后不拘小节 甚至有的时候很难掌握 自己和异性之间关系度的这样的一个男生 她说她要娶你 她只是说说 不然的话不会 你那么介意她和其他女生有这样的关系 她依然和她们微信互动频繁 依然礼物往来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初恋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最美好的 回忆 我明白了 谢谢 好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如果心里有良人 眼里边全是路人 很显然 你心里还没有 如果 你要和她在一起 就得 想得开 如果 你要和她分手 就要 放得下 祝福你们 谢谢 我真是想不出来 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你 是张牙舞爪的样子 还是现在楚楚可怜的样子 那都是迫不得已的 迫不得已就可以打人了 你已经失控了 因为你的嫉妒心是无休无止的 没有止尽的 最开始是让她换工作 现在是把房客也踹走了 接下来一步是什么呢 是不是非要把她赶到一个毫无女人 只有你一个女人的地方 你知道那样的地方是不存在的 不是她工作的 那怎么样呢 那有没有一个地方工作是只有男人 没有女人 男女差不多了也行 不行吧 男女差不多 女人的多和少 和她与女人之间的关系 是否亲密 有关系吗 所以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要逼她逼到哪一步为止 到哪一步你才会满意 你才会感觉到安全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她那 是出在你这 你自己太没有分量 而且最重要的不是她认为你不够这个分量 所以你自己都觉得 我是没有那个分量的 我是很轻的 所以你变得有分量起来好吗 男生啊 婚姻的自由和不自由很简单 你选择了这朵花 你就一定要拒绝那朵花 爱情的本能是嫉妒 所以她的这样的反应 虽过激 但是是一个爱你的女人的正常反应 如果她根本不在乎 你爱谁谁 那我估计的你们之间也没有多少情感 所以你一定要切记 甭管是现在跟她在一起 还是将来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只有一人真正重视你 才会为你疯 为你狂 女人如果不够自信 就不要说男人花心 男人如果不够自觉 就不要说女人多疑 就这样 谢谢 问问自己的内心 一个男人发自内心地说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一个女人该做什么 我觉得如果要是他真的想跟我分手的话 原因真的是我太矫情了 这跟矫不矫情没关系 太自卑了 太 没有 没有不大 跟那都没关系 我现在就问你 这个事很简单嘛 一个男人跟你说 谈恋爱谈到最后 我要跟你分手 我死活就要跟你分手 你是走还是留 只能分手 OK嘛 所以要做好 只能分手的准备嘛 留不住就走嘛 有尊严的走嘛 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嘛 这就是个学习的过程 生活是我们所有人 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男生其实一样 如果真的想离开 说清楚 一定要干脆 不要纠缠 纠缠让两个人都受伤也痛苦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这两年了 生活在一起也开心过 也疼过 但说实话 这样分开还是有点舍不得 然后我 我也会注意 老师说了这么多 我都明白了 其实咱们两个都有原因 吵架 动手打你是我的不对 我现在向你道歉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改变不了你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请关门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吧